大家好 我是林阿姨 我用她的做小鸡炖蘑菇 看形狀应该有真菇 但是还有其他的菇 这一盒是在Costco买的18块多加粒 今天我想做一个东北小鸡炖蘑菇 做的如何的 味道怎么样 当我做好了我品尝之后 向大家进行汇报 我这是团购的 叫走地鸡 我们这还没有 东西两边 这个是产地温哥华 绿色的华人的养鸡场 一共有两家吧 因为这是一个永达 解了一个永顺 不在这买不着鲜鸡 我们买的印到这也就成冷冻了 鸡不算大 1.298 1.29公斤 大伙看见这就是走地鸡 刚才给旺造了个全的 我现在已经开始给它进行 给它剁开些 鸡翅膀 鸡脑袋 这鸡脖子 跟那个鸡爪子 我继续给它剁开 清水洗过的鸡块备用 454克这是在Costco买的 混合型的各式各样的蘑菇 这蘑菇呢 是来自保加利亚 智利 中国 波兰 罗马尼亚 呃是在法国包装 也是蘑菇 是各种的放在一起很香 昨天发好的有机蘑菇 各式各样的 刚才我已经介绍过 这个水呢 我会给它过滤一下 这个汁呢 我还需要要药 我倒里头 以蘑菇一起炖鸡 更加鲜香味美 我只放洋葱和姜片 现在呢我把这洗干净的蘑菇 多种的混合的 菇类挺好吃的 蘑菇我都给它放里头 现在这个水呢 可以给它用 但是只能用福头了 好了 这就可以 剩下的水我就不要了 我只放花椒跟大料 去点那个鸡的腥味 少放一些 否则呢 把那个蘑菇的味道都给盖住了 我先放在大炉盘上 开之后我会改成了小炉盘 放个少许的料酒 放一些 咸盐 我先少放点 我怕咸了 薯哥不爱吃咸的 适当的少放一丁点的生抽 现在呢我就可以盖上盖了 今天中午我们吃东北小鸡炖蘑菇 锅已经开了 为了让它颜色深点了 我适当的补一点以锦记 适当又添了一点凉水 让它慢慢咕的 把锅盖盖上了 时间炖的夜酒 蘑菇味和走地鸡的香味 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从慢炖到手起的收汁 大约两个半小时的东北小鸡炖蘑菇 已经倒入汤盆中 散发出浓浓的土鸡 以及野生蘑菇的味道 大家看看不同口味的野生蘑菇 我数了数大概有六七种吧 蘑菇很厚实又很筋道 来一块小鸡的毛你尝怎么样 先尝一下蘑菇 非常香 真是很香很香 就是香蘑菇 是啊 再来一块鸡肉尝呢 这是走地鸡 你尝一块走地鸡 跟普通鸡有什么不同 比那个啊 那个满人白鸡 强百倍 好多了 嗯